大家好,这里是小爱,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老鹰竟然保护机场数十年的故事。 那年,我前往麒莲山进行采访,安排在一位机场主家过夜。 清晨醒来,眺望四周,只见满山的鸡在树林和草丛间自由地觅食。 熊鸡们高昂着头颈鸣叫着,母鸡们随意漫步,整个景象都非常漂亮。 抬眼望向苍穹,一只金雕自高处发出清脆的提名声,它俯瞰着机场以及周边广袤的山林。 突然,金雕宛如从高空中落下的一颗炮弹直奔机场,优雅地降落在场中央的一棵大树上。 然而,成千上万只野鸡却丝毫没有受到惊吓的样子。 这真是奇怪的一幕。 还记得小时候在乡村,一旦天空出现鹰、药或老雕,地上的鸡群就会立刻惊慌失措,发出尖锐的叫声,纷纷躲进树丛和鸡窝中。 然而在齐连山上,这些鸡竟然对金雕毫不畏惧。 这真是让所有人感到困惑不解。 鹤鸣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豪爽汉子,拥有一片鸡场。 他向我解释说,不是他的鸡不怕金雕,而是这些金雕根本不会伤害他的鸡,甚至还保护他们。 金雕不吃鸡? 这真是神奇啊。 鹤鸣家位于齐连山中的一个名叫鹤家殿的小山村,紧靠着通往甘肃和青海的大陆。 然而,鹤鸣并没有选择去城里打工或开店,而是承包了一片山林。 他一边务农种地,一边在树林下养鸡和养兔,将产出直接供应给村里的几家饭店。 然而,由于齐连山地区金雕的数量众多,每次抬头望天,几乎都能看到老雕在高空盘旋。 自从他开始养鸡和养兔以来,金雕就一直盯着他的家禽们。 鹤鸣养的是一群自由自在的溜达鸡,它们自由地在机场中散步和捕食昆虫。 然而,金雕对它们构成了不小的威胁。 金雕俯冲的速度极快,每小时可达320公里,当你抬头仰望时,它可能还在天空中,但转眼间就已经落地抓住一只鸡,然后飞走了。 有时,金雕会选择落在高大的树上,专门等待着你不留神,然后突袭抓取一只鸡,迅速飞离。 每年金雕的繁殖季节都是鸡场最危险的时候。 金雕雕雄同巢,它们轮流捕食来喂养雏鸟。 如果雕巢中有两三只幼雕,那么鸡场每天至少会丢失一只鸡。 某一天,贺明在鸡场中经常出现金雕的位置,设置了一张网。 黄昏时分,一只金雕俯冲抓鸡时被网缠住了。 这家伙力气真大,贺明费了好大劲才将它制住,而他的衣服也被金雕的钢爪和锋利的嘴巴撕破了好几处。 为了防止其他企图偷鸡的鹰雕,贺明决定用铁锁将金雕的脚拴住,限制它在五米范围内飞翔。 然而,他没有预料到这一举动会带来巨大的麻烦。 第二天,就像狄鸡轮番轰炸一样,四五只金雕相继向机场俯冲而来,鸡群受到惊吓,纷纷躲藏在灌丛中,不敢出来。 不幸的是,那些来不及躲藏的兔子成为了攻击目标,被金雕们叼走了四五只。 金雕的实力不容小觑,甚至连山下的饭店服务员前来购买鸡肉时都遭到了袭击,吓得他们不敢再来,只能依赖贺明每天送货上门。 看来这些金雕真是得罪不起啊。 贺明的帮工是一位叔叔,有一天他踢了那只飞扬跋扈的金雕一脚。 结果金雕大怒,一口咬破了叔叔踢他的那只皮鞋,疼得叔叔单腿跳了半天高。 这可真是让叔叔吃了一次亏。 金雕愤怒地扑过来,用翅膀将叔叔击倒在地。 如果没有铁链拴住金雕的爪子,叔叔肯定会受到严重的伤害。 贺明费了很大力气,用麻袋将愤怒的金雕罩住。 金雕拼命地挣扎,贺明只能用力抱住他,突然他自己也被另一只从空中俯冲而下的金雕的翅膀击中,摔倒在地。 原来金雕有同伴在场。 尽管贺明将金雕网住,但他还是非常喜欢金雕的威武和霸气的。 因此,在网住对方的这几天里,贺明还是每天好好的伺候着对方。 几天过去了,被网住的金雕逐渐平静下来。 每当他看到天上有其他金雕盘旋飞进时,他会发出高亢的尖叫声。 贺明虽然不懂铁鱼,但很明显,再也没有一只金雕俯冲下来抓鸡了。 难道他再发出警报? 几天后,贺明在金雕的一条腿上系上一块长约一尺的红布条。 金雕对红布条感到厌恶,不断用嘴啄它。 贺明只能用手轻拂它的脑袋,让它平静下来。 只有这样,金雕才会停止啄咬。 贺明给它取名为红代金雕。 在放飞的那一天,贺明拿来一只兔子喂金雕。 金雕兴奋地发出长笑声,不一会儿就将一只重打五六斤的兔子吃干净了。 当金雕吃完兔子后,贺明解开了它左爪上的铁链。 金雕望着贺明,用嘴啄了一下被锁链束缚的爪子,仿佛要确认一下的,然后展开翅膀飞走了。 然而,它在机场上空盘旋了几个圈子后,最终落在了机场中央一棵高高的大树上。 它也没有飞走,甚至在夜间也未离开。 贺明告诉我,放飞红代金雕后,它一直留着四位它的那个破盆子。 每天,它都会从饭店带回机场等食物放入那个破盆子里。 而红代金雕依然每天都会来进食。 它在天空中盘旋几圈,先是大圈后是小圈,一边飞翔一边发出提鸣声,最后轻轻着地,毫不在乎地开始进食。 那双黄色的眼睛显得阴森冷漠,令人感到恐惧。 有时候,红代金雕落下来并不立即进食,而是抓起它们飞走。 贺明相信它一定是带回去喂养雏鸟了。 因此,它开始多带回点食物,并告诉金雕,你雕吧,我会提供足够的食物给你。 有时金雕一天要飞行四五次来取食。 几个月后,机场上空的金雕数量增加到了四五只,那应该是它的后代和伴侣。 然而,这些金雕不久之后就会飞走,只有红代金雕继续落在机场中央那颗窟之上。 贺明说,以前金雕是最大的威胁,但自从放飞了金雕之后,尽管天空中仍有金雕盘旋,但再也没有金雕俯冲下来抓鸡或捉吐。 贺明几乎每天都能看到那只放飞的金雕,因为它身后飘着半条红布袋子。 猴鹰是一种长得像猫头鹰的鸟,它的脸看起来像猴子。 每天黄昏的时候,猴鹰会飞来捕捉溜达机。 正当贺明考虑如何对付猴鹰的时候,突然间红代金雕从远处飞来,追逐着一只正打算抓捕溜达机的猴鹰。 相比金雕,猴鹰的飞行速度和技巧远远不及,很快就被红代金雕在空中抓住了。 金雕并没有立即杀死猴鹰,而是抓住它在机场上方盘旋。 它一边盘旋,一边发出尖叫声,似乎在警告对方。 当天逐渐暗下来时,红代金雕才松开对猴鹰的爪子。 只见猴鹰在天空中摇摇晃晃地飞走了,一边逃窜,一边发出凄厉的尖叫声。 叔叔兴奋地大喊道,这是金雕报恩啊! 它在替你抓猴鹰呢! 你没看见那条红布袋吗? 红代金雕有时会从大树的枯枝上发出叫声,然后凌空飞起,直冲云霄。 原来,机场已经成为了它的领地,它不容许其他金雕或药鹰等外来的鸟类侵入机场上方窥视。 于是,你会看到蓝天上金雕和鹰在空中翻飞,进行追逐和撕打。 有时甚至能看到它们的灵毛飘落,可见战斗的激烈程度。 直到对方退出这片天空,金雕才会大叫一声,然后优雅地落在大树的枯枝上。 故事说到这里,天空传来一声轻亮的提名声。 鹤鸣指着天空说,红代金雕来了。 果然,一只金雕在高空中翱翔,身后拖着一段红袋子。 它的飞行圈子越来越小,越来越低,最后稳稳地降落在那棵大树的枯枝上。 鹤鸣吹了一声口哨,指向放着雕石的盆子,红代金雕欢快地提名了一声。 我们头上仿佛一片黑云,带着一股冷风掠过。 金雕降落在雕石盆前,毫不拘束地开始大吃起来。 鹤鸣说,每隔三两个月,它都会给金雕更换一条红袋子。 金雕已经习惯了这个过程,再也不会捉咬红袋子了。 这么多年过去了,金雕如今已经老去,但它依然守护着自己的机场。 鹤鸣说,金雕的威武霸气让野兽都知道这里是它的领地,它们都远离它。 过去的夜晚还能听到狼在附近嚎叫,但现在连狼都躲得远远的了。 金雕的存在使得机场免受野兽的威胁。 那么,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 喜欢的不要忘记点点关注,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。